通往部落的大马路上 通常树立着跟原住民族语法大不同的地名指标 像是南投县的仁爱乡 新义乡 和平乡等 过去被殖民过程中失去原本的山川传统地名 前身为高雄三明乡的高雄纳玛夏区 以及前身为嘉义无凤乡的嘉义阿里山乡 经过多次的陈情与抗议 终于分别在民国97年和民国78年顺利证明成功 不过其他原住民族地区就不像阿里山乡 以及纳玛夏区证明过程如此顺利 过去南投县仁爱乡一度也曾经提出证明为物色乡 但因为证明之后需要改名牌或入牌 当时政府以没有经费为由 造成仁爱乡至今未能证明成功 证明后需要花费一笔经费 如果当地县市政府没有足够的预算怎么办 根据地方制度法第六条 乡镇市及村里若要改名必须由乡镇市公所提请 乡镇市民代表会通过再报县政府核定 也就是说证明后的主要补助经费来源是当地县市政府 原民会认为尽管乡镇市证明后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当地县市政府 因乡镇市回复传统地名并非常态 所以县市政府往往没有编列足够的预算 但原民会强调依照原基法第十一条政府与原住民族地区 因依原住民族的意愿回复原住民族部落以及山川传统名称 是具有法律的保障 所以县市政府若没有足够的经费 也可以向内政部或原住民族委员会申请部分经费 那我们也知道地方政府的这个经费可能有限 所以届时他们如果有这样的需要 像中央政府比方说内政部或者是我们 我们来提供相应的这个经费补助 我想在预算的额度内 我们都应该会我们都很有诚意 也有以这个意愿的热忱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55个原住民族乡镇区只有阿里山乡 纳玛夏区证明成功案例 而最近部分光复乡阿美族人提出将光复乡证明为马太安乡 或是泰巴朗乡是不是能证明成功 袁明辉表示部落内部需要凝聚族人的共识 记者古墨牙尾打路整理报道